大少爷 大少爷 开门 大少爷 开门 来了 快开门 来了 宝宝来吃 宝宝乖 来吃一口 只有一口 来 乖 你有脸说肚子怀的是谁的肿 我倒不好意思问你跟多少男人上过床 你长开了五天 我跟你就算完 孩子跟了你 也没个身份 这辈子就是个私生子 给我 儿子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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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凤姐 不哭 你当心点 不哭 不哭 你没事吧 别碰我 金凤姐 你这样孩子会窒息的 怎么了 怎么了这是 金凤姐怎么了 不哭 快 怎么了这是 怎么了 金凤姐你别这样 金凤姐 金凤姐 你小气啊 放开我 快快快快快 这是怎么了 是 是 昨晚上她又去了 是啊 富贵刚刚打电话来说了 富贵每天都劝都拦着呢 可是大少爷不肯听 这天天都跑那去 这是怎么了她 大太太 你赶紧把她叫回来吧 我没叫她出去 还能叫她回来 是啊 要是 要不您就答应 让绿湘去店里吧 他就是不爱在家里看到你 你要是再到那儿去 那他还有地方躲 就是 他知道他在那儿躲不了 不就乖乖地回来了吗 这大少爷跟外边的女人牵扯不清了 娘要是不管 那我这辈子不就是守火寡了吗 我也没个儿子 拿什么手啊 刚想明白啊 干嘛不早想明白了再送裤头 我知道娘嫌我 打点我是管不了了 可是店不能不管 他这一天到晚的去午厅喝酒 这白天哪有心思管店里的生意啊 他不管 我们大方总得有个人管 要不人 要不然这店里 都不知道这二少爷搞成什么样了 你这个臭丫头 我们家打海 我们家打海怎么了 你跟他这么计较 我这不是计较啊 娘 您都不知道 这二少爷在店里 他根本不管江家的生意 成天到晚的 就知道卖他媳妇娘家的衣服 这江家的生意没人管了 娘 如果说绿香 没有丈夫可守 没有儿子可守 那起码让我守着店呢 也好让您安心啊 绿香 你知道生意走经营吗 店里头有瑞大爷看着 我们家打海是败不了江家的财产的 你放心吧 行了 你跟他气什么呀 我不会让一个江家的丫头去看着店的 更不会让你到店里 去逼得我儿子没地方躲 你想当妾 争上了 你就死心安分的在这个家里当你的妾 我儿子你别去闹 店你呢 你也别去管 你拿你的缝 心别太大 娘 绿香不是要争 娘现在病成这样 这店不管了 儿子也不管了 那我这个江家的妾 我不能白白等死啊 二娘 您好歹说句话呀 你这是闹什么呀 真是烦死了 我恨这个家 你不该嫁进来的 秦老板 真的不错 不瞒您说啊 现在这个料子和款式是我们店里最新的 一直上海最流行的 怎么样 满意吗 不错 挺好的 您要是觉得大小不合适呢 我可以请我丈母娘啊 亲自为您量身再改一下 放心 老顾客免费的 谢谢 谢谢 好 好 少爷 大太太来了 锐大爷 帮我招呼一下邱老板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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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这颜色 您还满意 不错不错 娘 您来了 病好些了吧 今天天也不错 出来赚着也好 我这是命苦 病了都不能安心的闲着 娘 我丈母娘在这儿 过去打个招呼 月儿 快 给娘服好了 快去给娘造杯茶 还愣着干什么 好 快点 快点 邱老板好啊 大太太好 您慢慢挑 慢慢挑 邱老板 您这边请 好好好 我给您抱抱 亲家太太好啊 好 说是您病了几天 现在可好啊 托您的福 好些了 这改衣服啊 说这儿衣服卖得还不错 不错 再辛苦几天啊 多亏了达海 还有啊 你们肯让我在店里卖衣服 不然的话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客气 这份嫁妆啊 是达海一定要另外给的 我是管不了啊 好 好 你忙着 发财了 你哥还醉躺着没醒啊 我哪儿 你 我都找到 都找得不错 我这样 你怎么办 你自己扔了 你自己吵不住 你自己就再多想 你自己对吧 大少爷 大少爷 快请请 大太太来看你来了 快起来吧 我知道 只要你 煎 떠 我会认为是 给你 我会认为是 去 娘 我就说嘛 这成衣的市场啊 一定会好 很多朋友来看都眼红呢 他们都劝我 赶紧把成衣工厂开起来 不开 以后啊 也不许再跟我提这件事情了 娘 我答应您了 不动家里一分钱 您也不用担心 我赔了家里的钱 你外边那些狐朋狗 有什么意思 他们给你出钱呢 你出去给人做工 家里的正事你就不管了 卖布是为了赚钱 卖衣服也是为了赚钱 咱们绸布庄 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 百年老店 卖布不赚钱 那我们就卖衣服 什么赚钱卖什么 第二是在的话 肯定赞成 以后不许你再跟我提 这件事情了 还有 你那衣服不是都快卖光了吗 就别卖了 剩下的 我们都瘦了 让你锐大爷 拿去送人情就可以了 又不是卖不掉 自己卖给自己 不是让人家笑话死吗 你不替自己家想想 你也替你媳妇家想想 把你丈母娘弄到家里来当采访 也不怕人家说我们江家这么糟蹋亲家 有什么的 他就是个采访 他又没觉得可耻 我觉得可耻 他们家穷到没门地 我不计较 还弄到家里来给人量尺寸 我想静静重重地抬举亲家都抬不起来 瘦了 娘 您不能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 你今天晚上就跟我回家去 你成天往他五天里跑 又能怎么样啊 没有 就这样 你给我长点稚气行吗 娘 我是不会收的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我丈母娘说 突然就不卖了 就说是我不许再卖 也不许给他们家开什么店 说我们江家没子女了 一个成天泡在舞厅喝得不能管事 一个成天要给丈母娘去卖衣服 你就好好地给我专心的经营筹布店 别成天满脑子地想着开什么工厂 这开工厂和经营筹布店是两个行的 你就赚你能赚的地方好吧 我是不会放弃半场的 总有一天我会自立门户 江大海 放他走吧 他不是江家的儿子 何苦死亡他不放 您不愿意让他出去开设自己的工厂 就想让他一辈子当江家的掌柜 缠工 在你的眼里 我这么狠 这么自私 这些年我没拿他当儿子羊 可就是不能让他有自己的发展 对吧 您不想把江家的财产分给他 所以这店不能只交给他 一定也要 也要我来管 所以不能让他出去开工厂 因为您不愿意拿出钱来给他 你要是好 我能把什么都给他 你这么不争气 我要放他去开工厂 你能撑得了这个店 娘现在还活着 等你们兄弟俩分家的时候 这江家祖宗的店能交给他 这江家的财产能让他去分 当初把他认作江家的儿子 我已经觉着很对不起你死去的爹了 你还让我怎么对不起啊 你真做谢吧 你跟那个女人那是不可能的 你再这么耗下去 只能让人瞧不起 绿香你不喜欢 我把它绣了 这样你总能回家了吧 什么是家 什么是夫妻 什么是父母子女 这都是什么意义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啊 娘 为了姜家 为了姜家 为了我 为了祖宗 为了家法 为了 达天 这世界上什么都是空的 娘 未来未去 是您快乐 我快乐 还是谁快乐 我幸福 不 可乐 我 我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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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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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朵玫瑰花蝶你遵守 就求你不 不要不要拒绝接受我 我要你一生一世跟我走 你迷人的笑容让我冲昏透 你不要不要这样看着我 你走 你走 我知道你到底在想写什么 你想要把我的心全 把那个西装放底下 好的 那个绸缎的东西 拍压放上面 富贵你抓紧点 好 快点 你走 好 你就走 走 就走 不回家我暂常 可罪死在武厅 贪死在殿里 这算什么 我刚刚去了一趟周青家 我丈母娘还是不敢开店 让我把现在这批货卖掉就好了 你去找人投资开工厂吧 不然跟你丈母娘一起开店一程 你不是江家的儿子 你不是爹亲生的 江家不值得你也被绑死 你跟周青去寻找你们的自由吧 欢欢 欢欢 你小心一点啊 别把衣服弄湿了 好不好 别想那么多了 我还能怎么想 嫁过去 能爱一天是一天 熬不过去了 我就逃 回来哭是没用的 二哥说 让我去找他上海的朋友 他其实跟上海的朋友 也不熟 只是看在唐叔的份上 我知道 那是最坏的打算 只是 我没有更好的打算了 回来了 我去找娘说点事 别去 又想去跟他闹要开工厂的事 他这两天心情不好 他心情不好是因为他儿子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现在才知道 我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大海 我想好了 你不用担心 我们马上就搬出去 这个家没有我们容身之地了 哥 你别跟了 二少爷 大太太回来累了 还躺着 好 我等着 我累了 别让他上来吵 打喊 二少爷 我看你是反了不成 在我面前喜欢走就走 想上来就上来了 我跟你说了 不许你开工厂 我跟你把有些话说清楚之后 我就搬出去 哥都跟我说了 跟你说什么了 他自己不肯回来 还要鼓刀你看破红尘 不要亲情 不要家庭 家庭 这里是我的家吗 我到底还是不是江家的儿子 是不是 大海 说话要有分寸 你乱说些什么呀 是不是您跟我说一声 说完好让我放心地离开这个地方 好出去独立门户 他就这么来恨我呀 他自己不肯回家 还要把另一个儿子也给毁了 要让我们江家无依无靠 他就是这么来报复我呀 那 那你是谁的儿子 也还是姓江 是谁就不必多问了 人家也不敢认你 说白了 就是奸情私通 你也不必追究了 这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没有人知道 你呀 就拿自己还是江家的子孙 我也一样 还是把你当儿子养 还能一样吗 我知道我现在不是江家的人了 那江家二少爷的名 我也就不必担了 你不喜欢我媳妇 那我就带着她和我娘 搬出这个地方 我们不再江家 这个屋檐下低声下气地活着了 你这个狼心狗废的 你就这么翻脸了 江家养了你二十多年 我养了你二十多年 就因为说你不是江家的儿子 就不算数了 我一直拿你和达田一样对待 你现在说不一样 你媳妇我是不喜欢 不是还是让你娶了 我是想让你回到江家 我是想拿你当儿子养 舍不得你离开江家 懂吗 那是因为你需要我 你需要我回来照顾店里的生意 可你呢 你又不愿意让我完全掌控 找一个不爱做生意的哥哥去看着店里 不就是因为我不是江家的人 你怕江家以后落在我的手里吗 我说得没错吧 我这个母亲做得太失败了 我把一颗当母亲的心掏出来 你们子女就这么来糟蹋 如果你不认江家 那我也不一定死留你 江家不需要别人的儿子来照看 只是 你娘不许跟你出去 你不是江家的儿子 他还是江家的姨奶奶 你出嫁的二姐 也还是江家的 江家的财产你没有份儿 你娘还有份儿 他肯不要 我敢不给 我可以说服我娘 放弃江家的产业 你去跟他说 你这不是要逼他去死吗 这件事 我辛苦地瞒了二十多年 他痛苦羞愧地熬了二十多年 到头来 是你去跟你娘说 他偷情不真 你要他没脸见人 你要出去你就出去 可是你的娘 不能随随便便 无缘无故地就出了江家 我是要脸的 我不想让外人来说 我欺负你们母子 你不要这个家 说走就走 可是为了你娘的脸面 你还必须是江家的儿子 在外创业 人家也买账一些 我说不许你办场 是因为你的性格太莽撞 江家吃不了这个风险 怎么就是看低了你呢 从小到大 你样样比达天让我趁心 我就怕对你太好 委屈了达天 这二十多年 我就拿你当亲生的儿子 到现在你拿我当什么 就是个不相干 我这辈子不怕吃苦 也不喊冤 也不受这气的 我到头来就是受你们这些子女的气 吃你们的苦 够了 我都受够了 都走吧 我知道我这一辈子 就是个失败 娘 您别这么难过 达海是不会离开江家的 我不会来自江家的 江家也不会留你 你一走了之 怎么对得起娘的养育之恩 谁稀罕他报什么恩 再说 你要离开江家的事 你怎么跟你娘说 能跟她说吗 你孝顺 你就去说吧 娘先休息 媳妇会劝她 你倒奇怪了 愿意劝她留在江家 打海这时候再走 江家还剩下什么 我撑得住 从来江家 就是我一个人撑着 不必靠谁 你还要撑住谁 大哥不回来了 打海又要走 新莲再嫁了 娘 江家 你还想撑住谁 那就不撑了 撑了大半辈子 到头来也就是个不值得 白费力 娘 你也别太难过了 江家孤儿寡母的到今天 全靠你一个人辛苦撑着 江家的子女 也都是孝顺的 只是 他们对自己的人生有看法 娘你也该多听一听了 我儿子就是把店管垮了 把店给吞了 你一个丫鬟出身又能怎么样 你这不吃好歹的东西 我这一路好心帮你 你现在都跟我儿子计较起来了 二娘 二娘 我只是想去店里看住大少爷 你就是一个妾 你想怎么样 你想去看店 我告诉你 江家的媳妇有媳妇的规矩 江家的妾有妾的规矩 我在这屋里待了几十年了 安分守己 委屈求全的 难道你没看到 你不懂得学 当你一个妾 老爷就是常年在外头 你也得乖乖的在家里头守着活寡 像你这样 这刚几天呀就守不住了 要出去勾得谁去 达海 你还不骂骂他 他都快跟你抢财产了 饭都没吃完呢 你这是跟谁生气呀 是 看不见 这是 membership 吧 盛汤 我从小是怎么教你的 我们两个的命都在你大娘的手上 千万不能得罪她 得罪了她 我们两个是会被赶出家门的 我拿你当儿子看我是客气 我真是昏了头了我花了眼了我 我真是顾兮养间留了你这么个祸害 来换我江家的规矩 就算你不承认我们 你能让江家祖宗也不承认我们吗 我不能 我不能吗 小时候犯了错 我大哥常常被我大娘发了贵祖宗 我很少 我大娘不罚我这个 现在我才明白 我娘为什么这么怕我大娘 怕江家祖宗 我不是江家的儿子 那我又是谁呢 我不属于这个家 那我又应该去哪里 你哪里都不能去 你娘在这里 这里就是你的家 再说 这个家 也不能没有你 怎么会想到要离开呢 家 这还算是家吗 我大哥不肯回来 我妹妹要被逼着嫁出去 我娘不讲道理 我大娘不讲情理 而我 而我 还是个外人 多荒谬 谁说你是外人了 你娘 她拼了命令你当江家的儿子 还有大娘 她那么多年 也一直拿你当自己的亲儿子 你不认识我 你大哥呢 知道了这事儿 什么话都没说 还有信念 你跟她不亲吗 你还愿意留在这样一个家庭 继续受苦吗 我既然嫁给了你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不会再有别的想法 其实 你也没什么好挣扎的 做儿子的 无论如何 也不能去拆穿自己的母亲啊 我不在乎他这么想 我爹 他还娶过一个三亿态 根本就不经常回来 但问题是 你娘他在乎啊 他在大娘面前 低声下棋了那么多年 结果呢 你要他在儿子 媳妇面前 永远抬不起头来吗 大海 你不用去考虑我的处境 你大娘他是很严厉 但其实 每天让我难受的 是你娘 你就即使离开江家 我也躲不开他 也不能躲 我嫁给了你 就必须要去承受这些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你离开江家 离开家人 你哭 他们也哭 我都不养 蛤皮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